大家好,我是小琪 水仙今年我没买 这是去年买的 然后它的球本身很大 今年比较小了 我这是又种上,它又生长了 有好的话又问到水仙花 说买到以后怎么养 今天就给大家拿这盆说一下 你看我这一盆它的叶片长得比较高 有好的话又说 我的水仙花一长出来 叶片非常高,应该怎么办呢 你在栽种上以后 无论水培还是土培 首先要用到的就是矮状素 或者是多效做 这两个任意一种 用上一到两次 间隔三天去喷叶片 或者是灌根都是可以的 它的整个植株就会比较矮小 就不会出现土壤的情况 那么它如果出现土壤的情况 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说它的叶片长出来比较高 没有出现导幅的情况 我们这样保留着就可以了 等它开花的时候 它的花,花件就会直接的长高 到时候就能开花了 如果说整个植株的叶片 全部出现下垂导幅的情况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那些导幅的叶片 从底部往外冒的位置 留两三厘米直接剪掉就可以了 这样它中间的叶片比较短小 它不影响生长 不影响开花 但是不要说整个棋根剪掉 一个叶片都没有 这样就会出现枯萎死掉的情况 也不会开花 所以说正常性剪掉 这样就能够保证 它的继续生长不会美观 建议大家种上以后 一开始就使用矮状素去操作 它就不会出现土壤的情况 有好多话就说 你这个为什么长得这么高呢 因为它现在是小球 它的球不大 它又不能开花 我的目的是让它快速生长 无论叶片长得多高 只要能够种上生长 这样去养 它的球养大 大了以后 第二年的时候 球大了 我再去待培的时候 我能够开花了 然后我再去用矮状素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去水培的 就定期换水 一般水稍微浑浊 就给它换 或者是稍微往里添加 建议大家去经常的更换 换水的时候 里边滴上一两滴营养液 这样就能够保证 它不缺少养分 球不会出的太厉害 太厉害 开花开的会比较多 一般土培的话 正常的盆土干掉一半浇透水 保证刮照充足 无论水培土培都多见光的话 那么它就能够正常的生长了 它是一种比较好养的 而且价格也不是很贵 一般都是才有水培的方法 开花香味比较足 我今年由于觉得没必要 我就没有去买 如果说你买了 按照小七说的去操作一下吧 学会了 别忘了给小七点了 点关在的